第178集 这轮回目的的黑袍老者看似什么都不给 但是一次次生死之间 他的身体仿佛都记住了那些建议 就好像那嗜血斩已经融入了身体 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他看向黑袍老者开口道 前辈如何称呼 黑袍老者摇摇头 与其落寞 知道我的名字又如何 我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能记住我名字的又有几个 小子 你得到了轮回目的 看似掌控了与天斗的资格 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束缚 你的命运早已和我们百位捆绑 你崛起我们百位才有些希望 你陨落我们百位那就真的消散天地间了 好自为之吧 好了 外面有人找你 你先出去 等夜尘从轮回目的出来之时 原本伤痕累累的身体竟然诡异的痊愈了 难道是幻境 他握着黑色石头扫了一眼轮回目的 发现那黑袍老者已经消失了 不过这一次墓碑没有碎裂 黑袍老者应该还存在 夜尘打开门 发现孙姨和夏若雪两人站在门外 毛子有些狐疑 孙姨插着腰道 小尘子 我们都叫了你几十遍了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差敲门了 夏若雪看了一眼屋内 没有人 两人本以为夜尘在屋内藏了女人 现在看来是他们多想了 夜尘挠了挠头解释道 这几天实在比较累 躺在床上就睡得很沉了 真的什么都听不到 夏若雪笑了笑道 本来想等你一起吃午饭的 但是现在已经下午三点了 饭菜给你热着 你洗漱一下来吃吧 好 吃完午饭 夜尘便出了门 想去隔壁看看罗刹断壁如何 刚跨出别墅便注意到了什么 开口道 陆寒霜 现在雪梅店让你监视我了 你应该知道 我最讨厌的就是监视吧 陆寒霜神色沉重 我来这里 是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 雪梅店总部 打算动你 陆寒霜语气透着一丝忌惮 他所在的地方终究是雪梅店江南省分部 这里的杀手对现在的夜尘来说可能完全不够格了 但是总部如果来人就真的麻烦了 上次你们雪梅店的凌风不是说撤销了对我的追杀吗 夜尘道 夜尘 事情没你想得这么简单 这一次是京城雪梅店的那位点名道姓要对付你 如果没猜错 凶手已经来江南省了 夜尘没有理会陆寒霜 向着隔壁的别墅而去 陆寒霜追了上去 认真道 雪梅店总部的杀手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而且 这一次 出手的极有可能是京城雪梅店总部的第一杀手 他手上沾染的只有鲜血 没有失败 夜尘 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不在乎的样子 能倾动他的存在绝对不一般 此人极度危险 这几天 你最好和秦南山庄出手的那个小女孩待一起 只有他才可以救你 这是陆寒霜和他父亲商量的结果 夜尘脚步停下 开口道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他早就离开了 听到这句话 陆寒霜脸色大变 如果没有那位高手 夜尘拿什么和那人斗 按照那位的做事风格 三天之内必然找上夜尘 更可能直接斩下夜尘的头颅啊 陆寒霜的手心全是汉 更是下意识地抓住了夜尘的手臂道 夜尘 这现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 你赶快离开 去海南 又或者其他国家转一圈 旅游个十几天就行 带上孙小姐和夏小姐 不是很好 夜尘看了一眼陆寒霜的手 随后双眸紧紧地盯着陆寒霜那漂亮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陆寒霜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走 既然他要来 我在这里等着他便是 我已经给他们血煤垫机会了 这次是他们不珍惜 不管是谁 来了 结果都一样 他只会成为我剑下的亡魂而已 听到这句话 陆寒霜简直认为夜尘疯了 这种华夏的顶级杀手 夜尘拿什么斗 还剑下亡魂 那家伙开始杀人的时候 夜尘不知道还有没有生呢 纵然夜尘现在是明面上的江南省第一人 但是在京城那些强者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呀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夜尘难道就不知道收敛几分吗 没了那位小前辈 他估计连一招也撑不住 该死 陆寒霜知道夜尘的性格 他一旦决定的事情 谁来劝说也改变不了 他现在能做的只是提醒而已 现在提醒完毕 他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陆寒霜看着夜尘远去的背 背影无奈地摇摇头 你以为自己站在了江南省的巅峰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外面的天空有多么广阔 这是你最大的悲哀 夜尘 本想还你一个人情 看来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陆寒霜的身影消失在了明翠别墅 只留下一句轻叹 夜尘自然不惧那血煤店总部的第一杀手 本来他或许还会忌惮几分 但是现在第三座墓碑开启 自己的身后站着一位以杀戮为道的顶级强者 他怕什么 他正想找人试一试 嗜血斩的威力 来了 只会送死而已 江新别墅小区 七壮天台 距离明翠别墅四百米 一个戴着黑色手套的男子 放下了手中的高倍望远镜 嘴角露出了一丝玩味 那小子就是最近如日中天的猎杀者夜尘 男子开口道 也不怎么样嘛 身旁的一个中年男子连连点头 没错 他就是夜尘 说话的中年男子正是方东成 方东成亲自对接血煤店的顶级杀手 只因为这件事关乎他的性命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他看了一眼身旁的杀手 有些忌惮 他能感觉到对方身上的冰冷和杀机 如果对方想杀他极其简单 这是一种来自实力的威胁 对方就好像为杀戮而生 这种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关键对方连名字都没有 你可别小看这夜尘 江南省不知道多少高手栽在了他的手上 关键他杀人不眨眼 实力飘忽不定 实强实弱 我华夏武道局都摸不清对方的来历 男子冷冷一笑 那是你们华夏武道局垃圾而已 那小子身上的气息对我来说很弱 他可能在我身上连三招都撑不下 方东城脸色一变 对方居然还敢侮辱华夏武道局 他心中恼怒万分 如果不是此人是他托关系请来的 他早就发怒了 你就算再强 也要受华夏武道局的束缚 方东城压制住内心的愤怒 他可不希望眼前的这个家伙这么自信 到时候轻视了夜尘就死定了 这夜尘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对付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男子嘴角的弧度邪魅 一个垃圾而已 要什么小心 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雨落 男子竟然直接跨出了一步 从十八楼跳了下去 这一幕深深的刺激着方东城 鼓舞者实力虽然强 但是也不至于会飞呀 他连忙探出头看了一眼 只见男人坠落的刹那 手臂的一处装置 竟然射出了一根钢丝 钢丝直接插在了另一桩建筑之上 男子借助着手臂上的装置 直接飞檐走壁 在十几楼的建筑中游荡 最后消失不见 方东城心中掀起惊涛海浪 雪梅殿不愧是华夏第一杀手组织 这个杀手也太可怕了吧 估计这一次夜臣必死无疑 这小子再不死 如果踏上京城 绝对是个混世魔王 夜臣从隔壁别墅出来 罗刹的恢复能力还算不错 正在里面和吴向明下着围棋 还别说罗刹的围棋水平很强 远远的高于五道 十分钟的时间就让吴向明输的片价不留 随后夜臣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发现夏若雪和孙怡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一个美艳性格 一个气质奄然 简直就是视觉上的享受 夜臣笑了笑 你们两人这是干什么 准备出去 孙怡点点头眨着大眼睛道 小臣子 江南省奥提那边开了一家新店 据说生意可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打算在家做饭 出去下馆子如何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哦 我们两个已经双票赞成 夜臣耸了耸肩膀 我去换下衣服 不然穿这身就不配你们了 夏若雪无嘴笑了笑 你现在都是江南省五道界风云人物了 害怕配不上我们 低调低调 很快夜臣换了一身法国定制的休闲服 没有任何标签和图案 但是穿在她的身上 将她挺拔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站在夏若雪和孙怡的中间 丝毫不亚于明星 还别说 小臣子 你不光适合舞蹈圈 娱乐圈也很适合你 孙怡赞叹道 傍晚六点 江南省奥提广场 四楼餐饮区 当三人出现的刹那 几乎无数道目光射了过来 那些男生看向夜臣的眼神 无比的羡慕和忌妒 孙怡和夏若雪中 其中一人拿出来 就足以惊艳整个奥提广场啊 更何况是两人 夏若雪来到接待区 对服务员轻声道 我今天预约了一个包厢 我姓夏 那个服务员查看了一下 连忙道 夏夏姐 包厢在A7 直走右拐就到了 我现在访问 那些交易 долж上 衹 草 写